Hello 大家好 我是打阿菲 最近真的超多航空公司来招募的 接二连三诶 不停的招募 所以这阵子我就是发 航空面试妆的影片也发得比较轻 那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呢 日系航空适合的面试妆 像全日空跟日航啊 她们的妆容其实都还蛮一致的 因为我一直有持续在观察这两家的空服 有发现她们的妆容其实蛮类似的 她们喜欢的比较干净 清透 有一种清和力然后很端妆的感觉 其实就是跟日剧里面的那种 很干净的妆很像 只是大家比较要注意的是 腮红跟口红的运用这样就好了 眼睛跟眉毛就是保持干净 清爽的感觉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今天两边脸看起来不一样 因为有一次我示范了半边脸 化皇帝人的妆跟半边脸 化蓝帝人的妆结果 还蛮多人反映说那样的效果 还蛮不错的 然后也会让大家比较知道说 什么样的妆化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这边是黄帝人的妆 春天人和秋天人 这边是蓝帝人的妆 夏天人和冬天人 大家想要不要觉得哪一边看起来比较好看 气色比较好 我自己是觉得我画这样蓝帝的气色好 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如果有在follow的人 应该知道我也是冬天人 所以我就是适合这样冷冷感觉的妆容 今天我一样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带大家做 那我们就先画黄底妆 在示范蓝底妆的部分 首先我要先来示范黄底人 适合的妆容 就是春天人跟秋天人 眉笔我会选择1028的眉笔 色号是咖啡色 它这个咖啡色就是带橘黄色的咖啡色 然后我这边稍微细讲一下眉毛的部分好了 因为其实还蛮多来找我上课的朋友们 他们就有反应说眉毛真的好难这样子 其实眉毛是要练一阵子没有错 但是你要抓对技巧 眉毛的话基本上我会先从眉尾的地方开始 眉尾的下面 然后我先把眉毛的形状 顺着我的眉骨画出来 再来就是上面眉封的地方 也是从比较后面开始画 其实大家眉毛 你不用特别去改变你原本眉毛的形状 你就顺着你的眉骨画就可以了 后面的颜色我会把它 先把眉尾涂满 然后在涂的时候啊 我会有一点点就是也是这样往前画 这样我才可以确保我每根眉毛的底下 都是有上到颜色的 看起来颜色会比较均匀 然后比较自然一点 接着就是再往前 把眉毛慢慢的补满 大家换眉毛的时候用这样子 就是一笔一笔 慢慢顺的方式 不要直接一笔到底 跟眼线的技巧蛮像的 眉头的地方 为了让它不要有一个这么明显的界线 我会用前面有附一个小小的刷子 把眉头这样刷开 看一下浓度不OK 如果你觉得OK的话就这样 那你觉得不够浓的话 就是再补色 然后再上 或者是说用染眉膏去把你的眉毛染个颜色 让它比较明显也OK 眼影的话我第一个打底色会选择米黄色 直接用手指大面积的涂上就好 我现在还蛮喜欢用手指直接大面积的上眼影 第一个颜色是要涂满你整个眼窝 但主要的颜色呢 会是在眉毛下方这个地方 然后把你的眉毛这边的界线 再弄得就是更漂亮一点 让它有一个对比出来 你的五官会更立体 重点是我会使用橘色 像这样子比较白一点的橘色 或是像这样子金橘色 我觉得都OK 看你自己喜欢就好 这个重点是我一样会用手指上 上的范围是在我们眼球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感觉到你眼球的凹槽 就在这里 你用手直接上眼影粉的那种 饱和度跟服贴度会比较好 那有些人会担心说 可是用手上就会很容易 这边有一个明显的痕迹 所以还是要刷子辅助 只是刷子是 我在用手指上完颜色之后 在交界处晕开 然后这样弄一弄刷之后 因为颜色一定会变得比较淡 我再看一下我想不想再加这种颜色 我要加颜色我就再画一次 而且大家应该有些经验 就是你在画眼影粉的时候 会掉的那个眼下全部都是 如果你是用手指画的话 这样子的状况会降低很多 一样再把界线的地方刷开 大家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随便你都可以 就直到眼影的颜色 有到达你想要的饱和度跟显色度 深色的加深我会选择像这样子 带橘黄色的咖啡色啊 或者是像绿一点的咖啡色 都是属于黄底色的咖啡色 这就要准备小刷子去画 因为你用手没办法画得这么细了 所以在画的时候 因为为了预防它飞粉 我会先稍微压一下 就有点用压的方式 先让颜色上去之后 然后再把它涂开 那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 中间又会有一条很明显的颜色界线 那我就会再用我的手 去沾一点刚刚的重点色 就是橘色 盖在交界处 再拿刚刚的刷子中的那支 把这个交界处的地方再次晕开 晕开之后 你就再看一下那个深色的感觉够不够 若不够的话 就我们一样再加深色 然后一直重复以上的动作 重复到你满意它的浅色度跟色彩为之 通常画完深色之后 眼睛下面就会有比较多的飞粉了 我就会准备这样的扇形刷 眼下这样子把它轻轻的扫一下 再来利用刚刚画深色的小刷子的 鱼粉 我就不会再沾新的咖啡色了 再眼下 这边 眼睛的后面三分之一 因为刚刚有提到日系航空 比较喜欢干净清澈一点的妆 所以就是用鱼粉来制造那个深邃感就好了 然后也是一样就画后面三分之一 就眼睛的那个黑黑的感觉不会这么重 眼线我就会画得蛮细的 因为它们其实比较喜欢那种 有点落油四五 然后很细致的眼线 长度的话大家稍微抓一下 不要太长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长度就还OK 但就真的不要再长出去而已 他们喜欢眼线是比较细的 如果你画得太长的话 反而会显得很奇怪 就是如果你要画长长的眼线 会建议大家画又粗又长 不要画又细又长 那样就是不是很好看 内眼线的地方也要特别注意 而且尤其是因为细眼线 如果你又没有画内眼线的话 眼睛的有神度就会差蛮多的 日本航空应该说日本人喜欢的腮红 就真的是那种 你知道有点两坨圆圆的那种感觉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也很淡 然后嘴唇也很淡 所以腮红就会他们会画得比较明显一点 黄底妆的腮红大家可以选择橘色的 就是你要画橘色也OK 或者是像这样子比较蜜桃粉也OK 或者是珊瑚粉 像这样珊瑚粉也OK 那我今天会选择像这样 比较可爱的蜜桃粉色 虽然说他们喜欢那种比较明显 然后圆圆的腮红 但也不是要大家画的就是跟金童玉女一样 所以大家下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我们宁可画的比较淡 然后颜色不够再加 也不要一次下手太重到时候会救不了 也是先用点点的方式 看一下那个颜色感 然后再刷圆圆 可是如果你脸本身是比较圆的人 我就不建议你再刷圆形的腮红 因为脸会看起来脸很大 我建议你刷成这样子 橫的腮红 因为橫的腮红也会有可爱感 但是它又可以修饰脸型 打亮使用的是这样子的浅金色 打亮的位置呢 就是在眼睛外面 这边的C字形 我会称它为外双C 然后还有 黑眼圈这边我会顺便带一点 然后眼头跟鼻头 还有这边嘴唇上方以及下巴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打完了 打亮之后整个脸的立体度 跟光泽感变得非常好 然后肤质也看起来变得更好 睫毛的话也是保持比较清爽 然后比较干净的样子 所以睫毛会用根根分明线长的风格 因为不是着重在浓密 而是着重在线长的话 夹睫毛就还蛮重要的 今天睫毛膏使用的是1028的hook 它的刷头就是像这样子有小勾勾的 所以它可以把我们的睫毛 一根一根的勾出来 口红的话跟腮红一样 选橘色系啊 或是蜜桃色系 或是珊瑚色也可以 这个它就是比较珊瑚色 这个的话就是带橘的红色 这个是蜜桃粉色 我今天的话会选这个蜜桃色 上完口红之后 还是要建议大家再上一层纯蜜 然后要那种很水润很水润的纯蜜 纯蜜选的颜色就跟口红同一个颜色 日系的面试妆 我的唇妆的画法跟 像比如说卡达阿球 新航的画法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像他们那种中东的航空公司啊 然后还有新航啊 他们喜欢很浓郁 然后很重 很有气势的那种感觉 可是日系航空公司不一样 他们喜欢那种看起来很亲切 然后很端庄 很可爱的感觉 唇彩的话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在卡达妆容里面画的唇 我会把这唇 这边的这个形状补满 我会让我的上下唇 都看起来比较圆厚一点 那日系妆的话我就会把这边的缺角保留 主要是会加强在唇峰的地方 你这样的唇型 就是看起来有个 绝绝的感觉 然后嘟嘟的感觉 所以跟那种很饱和的 上下唇的画法是不太一样的 黄底人适合的日系航空公司彩妆 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会示范 蓝底人 也就是夏天人跟冬天人适合的妆容 那步骤我就不会再一一的示范给大家看 我主要就是会跟大家讲一下 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比较适合 眉笔使用的也是1028 那使用的是灰褐色 它就是带一点点紫调 然后带一点点灰调的咖啡色 也就是我们所谓带蓝底的咖啡色 眼影的底色我就会使用珍珠白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用像这样子 有点baby pink 带银色珠光的粉色也可以 中间色我使用的是这个带紫的粉色 然后我会跟这个粉稍微混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这个粉有点太浅的颜色不够重 但这个粉又有点太深 深色我就会使用这种比较带紫红色一点的咖啡色 灾红就会用像这样子带紫罗兰的粉色 也就是蓝底的粉色 打亮用的也是紫罗兰色 蓝底人适合的口红颜色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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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要使用的是这个 也是要带紫一点的粉红色 唇面也使用的是像这样子 紫罗兰粉红色 所以适合蓝底人 也就是夏天人跟冬天人的妆也完成了 今天我们示范了两种不同色系的彩妆 这边使用的是适合黄底人 也就是春天人和秋天人适合的日系航空面试妆 这边画的是适合蓝底人 也就是夏天人和冬天人适合的日系航空面试妆 那大家记得如果你今天想要使用的是这半边黄底色的妆的话 你的饰品也要搭配金色 才会有一体性的感觉 你如果想要画的是这边蓝底色系的妆 饰品记得要搭配银色 这样才会比较和谐 大家在彩妆服、妆跟饰品上面要做统一的色彩的互相搭配 才不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好像色彩很多 然后非常的乱 而且又看起来不和谐 应该大家有时候会发现说 这个人穿起来感觉看起来怪怪的 或是他的妆搭的怪怪的 但说不出来为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颜色没有搭配好而造成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其实硬烤服已经买了 我觉得以你的硬烤服为准 如果你的硬烤服今天是走黄底色系的话 那你的妆容跟饰品就搭配黄底色系 你的硬烤服如果是走蓝底色系的话 你就搭配蓝底色系的妆容跟银色的饰品 这样子看起来你的人才会有一体系跟协调性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春夏秋冬什么季节的人的话呢 就要靠后面这些专业的测色布 你要亲自来我的工作室 然后我亲自用这些测色布帮你检测才可以 这个话就一定要本人 因为我需要看的是当自然光反射在这些色布上的时候 会对你的脸色啊还有五官啊 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这个没办法就是用视讯啊 或是用线上咨询的方式 或是做心理测验 没有做心理测验就可以了解你适合什么颜色这种事 如果有想要兴趣了解可以底下留言 或是到我的脸书粉丝团跟IG搜寻达菲都可以找到我 那你可以私讯给我 如果你觉得你平常比较喜欢用LINE的朋友啊 也可以搜寻at d-a-f-i-e-g-o也可以找到我 不管是有彩妆方面 或者是你个人形象方面 不只是航空公司面试 你可能要去其他产业面试 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的形象打理 跟服装搭配 仅彩妆搭配的话都可以问我 或者是一些硬考的技巧啊 美姿美宜啊 大家欢迎发问 我都会很尽力的回答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我聊心事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啦 我也是 蛮欢迎 蛮乐意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 并把我加入你的订阅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大家还想要看什么样方面的影片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彩妆主题 也都一样可以留言或私讯给我 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咯 拜拜